第四節 回到第三節 剛才我們提到 當時在英國很多社會名流 甚至是皇室、現任紀、夜西亞法女王 都參加過所謂德魯伊的會社 究竟正常的解釋是怎樣 原來這些德魯伊的活動 不是V-1-1 原來是慈善組織 原來當時參加這些會去籌錢 去做一些社會的慈善活動 所以很多名人都參與 這是一個正常的解釋 不代表它是邪教 或者民間術士 這是正常的 如果皇室也會搞武術 一定有些名堂 那些人會覺得反感 至於共濟會的問題 邪金爺是共濟會的問題 要這樣理解 原來他的家族 都是共濟會成員 他的父親就是共濟會成員 他加入就比較奇怪 他在他的腦袋死後才加入 正式叫做後來追封 給他那個名分 不是後來追封 而是說他等他父親死了 他才加入另外一個會 就不是說因為家庭的原因 我爸爸加入所以我也加入 但是這個又不是一個全面的說法 譬如說我自己也看很多 這些邪吉爾的傳記 就是涉及到邪吉爾和神秘學 和共濟會和這些WE的資料 在他正統的傳記不太多 譬如這本是authorized 這本是官方的 即是他家族認可的圖片傳記 沒有這些東西 全部是說他很正常 即是說他那些學生 政客 或者做記者那些活動 但是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在一些比較近乎野史的範圍 就有這些紀錄 原來他有一些所謂心靈感應的能力 這個心靈感應的能力 有三個事例可以證明 在他自己傳記裡面找到的 所以不是老了 不是好像那個在地鐵車上那段 因為他自己有寫的 第一件事就是他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 他年輕的時候 他做過記者 當時他去了南非採訪 南非採訪的時候 他就適合英國和當地一些 所謂波爾 即是波爾的荷蘭裔的殖民 打仗 他被俘虜 他被俘虜就很傳奇 就是他走掉了 而走掉的過程 就是可以叫作狗死一生 就是他走的時候 只有一戶人家 是會收留他 他就說他自己有一個近乎 心靈感應的能力 每一間都不選 走出來的時候 就去了這間 結果他獲救 獲救之後成了名 然後成為一個名記者 而且有利於他後來去選一個國會議員 這個很靠他的直觀能力 第二個就是當他做了首相之後 他有一晚吃飯 首相苦力的唐寧家十泡 當時已經在唐寧德國打仗 然後他突然叫一些廚房的廚公 他說你們搞定就離開 他們在廚房的廚房吃飯 他就說給一些熱碟 即是把這些菜送過來 你們就離開 過了幾分鐘後 那個廚房就被德國炸了 第三單是甚麼 他平時坐車 他有一個定位 就是司經後面的位 突然有一天他聽到聲音 叫他坐另一個位 結果那個車就回來了 結果他沒事 如果你看這些歷史人物 其實很多個都有一些類似的情況 例如希特拉也是 希特拉就說 這個是他自己說的 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在戰豪裡面 當時他跟一班人聊天 突然間有一把聲音叫他走出去 走出戰豪外面 走完之後 一兩分鐘 整個戰豪就被炮彈炸了 未必一定是直官 可能有鬼仔 如果中國來說 可能他已經有鬼事在幫他 總之他自己也有記錄的事件 他自己說 邱吉爾 他說很多次他覺得自己的第六感 是救了他自己的 所以他對於那時候 Helen Duncan 這位女巫 被捕這個消息 他相當憤怒 然後他介入了 他坐了一段時間 加密就放了出來 經過邱吉爾的介入 我們聽到這個 其實就要回顧一下 譬如說 這些德魯伊 或者是他自己的這個大陸感 對於 譬如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陸感 那時候的決定 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作用 有沒有一個作用 我覺得是有的 就是 正如我第二次 那時候很強烈的一件事 如果你分析整個戰爭 在當時1940年的時候 要打下去 這不是一個最理性的決定 這個是近乎一種信念 一種精神的力量 覺得 後面有一股力量去支持你打下去 這個他當作是 其中一個叫做軍事的策略裡面 你要用一種叫做秘數 一種可能不是很科學 但是在一個玄學裡面 以前早有這些秘術 你用不用它 我也相信 在戰爭裡面來說 什麼的可能都會有計算 現在都爆出來了 美國用幾位多 有啤死羊 這些 在中央情報局裡面 找到文獻去支持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們可以問 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有用了多少這些東西 大家有沒有去 在這個方面有鬥法 這個可以有兩個角度去看 正常的角度就是 有 近年都 有文獻出來 譬如有用過這些靈媒 有用過這些法 所謂的儀式去做這些東西 但是 可以有一個正常的解釋就是說 因為在德國那邊有人相信 所以他們要做 舉個例子 譬如有用到Nostradamus的語言 偽造的 去扔落在歐洲那裡 去語言德國必敗 那德國又反過來 又用這些東西去做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 在歷史裡面 文獻裡面 我們確認到 在德國裡面有幾個人 他們真的相信這件事 其他一個就是謙藍 做了很多行動 但是希特勒是否呢 這就是一個到現在 一個爭論的地方 這個是的 因為他這麼喜歡畫畫 那就是 用一個藝術的層次去講 我們也有一次 講過一些大藝術家 那時候也有提及這件事 很多畫 基本上他們說 那時候有一個叫做 語言的作用 語言作用 這個有漏了 剛才幾度提到 希特勒是畫家 是 邱吉爾也是畫家 是呀 邱吉爾畫的畫都不差 那又不是太切 不是 他有作品 他給了一個作品 我看看他找不找到 他那個 畫畫的樣子 這個有 這個有 這個就是他畫畫時的情況 所以兩個人其實挺特別的 兩個人都是善用他們自己的演出技巧 將他們自己本身國家的政治扭轉 兩個都是畫家 但兩個制語就很不同了 邱吉爾是貴族 所以他天生有一定的優越的條件 希特勒就不是了 希特勒是平民 但剛剛倒轉 希特勒的政治上的道路 中初期和中期是相當順暢的 邱吉爾就不是了 邱吉爾就 其實以今天來說 就是他 帶起大陸的 不止帶起大陸 三聖家勞 一是最初是保守黨 然後去了自由黨 然後再去保守黨 所以他一直被人有 就是 冰頭是顛簸的 對 攻擊的地方 我們今天去看他的時候 就覺得他很風格 其實就不是 那個戲也有反映 就是他其實在1940年的時候 他是有少數派 是 即是基本上沒有朋友 是 還有做事起來 其實都相當之騰雞 是啊 那我們說回 即是說 那個毛術 那個 即是在第三天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 如果你用正常的解釋 就是兩邊都有用 但用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理性的態度 就是 既然你相信 我就找這件事去搞你 是 但你可以有另一個角度 就是 其實裡面全部都相信這些東西 是 即是不相信 都將它作為一種心理智 是的 是 用了它 即是後面這個 有趣的大問題 就是他在歷史上 很難找到證據 去證實它 是的 但現在我們去看的時候 原來我們發現了一種東西 其一就是 很多英國當時這些政要 或者是這些掌握權力的精英 很多都是秘密會社的成員 而在MI5和MI6裡面 的而且確有人是玩黑毛術 這個在部分成員的回憶錄裡面 包括什麼呢 就是以前我們講過的譬如 是找靈媒的 至於邱吉爾本身 我們現在 不能夠在正常的這些文獻裡面 找到他有沒有指使過 這群巫師去做 這群巫師自發的可能性 現在是較高的 是他自己想著要做這件事 不是經過那個 MI5或者MI6的一個主事去做 不過在MI5裡面 有傳說就是 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是用過所謂通靈 去找一些德國的機密 是 以前就很難去相信 因為又沒有足夠的歷史的文獻 這個我是看一本小說裡面 看到的 就是一本一個美國的作家 叫Thomas Pintjian 他寫一個叫萬有引力之行 Grabbitis Rainbow 他提過這件事 初頭我就覺得純粹是一個傳言 但是後來呢 我看回中央情報局 他們的一些歷史 我覺得呢 他們之所以做這件事 其實很可能都是 來自英國情報局的一些 做過的一些靈感 而衍生出來的 他會有的 而且當你講到這件事件 那時候尤其是鄧舊克大行動 如果你記不記得 鄧舊克大行動那裏 那班平民的漁夫 他們用他們私人的艇 去做那個拯救的行動 那麼他裡面有沒有牽涉呢 裡面其中一部分的那些人 都是這些叫行行武術的那些人呢 那你可以想下去的 因為你會看到電影 他都是幾有這種意圖 想表達出來的 尤其是你會看到其中的 一個重要的角色 就是那個爸爸 帶著那個兒子一起 做這個拯救的行動 他那艘船叫Moon Stone 那你說Moon Stone的時候 就是講回 你一提起這個叫做 德魯伊的古文化 因為他們就是梅林的 那些叫做石頭文化 那些古文明來的嘛 即石中神劍 可能我們大家就會 不斷說那把劍 但是你也要知道 那塊石是很重要的 這個石頭文化裡面 就在英國的那個古代那裏 其實就是我們都是 如果你用神秘學 那樣東西去研究 那個是很關鍵的 一些古文 是啊 那 德加爾這邊我們說了 那我們只能夠推算 就沒有一個很具體的證據 但是在希特拉那邊 也都同樣的情況 就是如果這邊 是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就是有一種所謂的第六感 希特拉那邊是怎樣呢 這個呢 我們今天就沒有很足夠的時間 但是可以提一提 那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就做一個特輯 專題 專題去講 就是希特拉呢 有兩派爭論的 就是他不像Heimler 他不相信這些 所謂這些神秘學 或者武術的東西 不過他有興趣 有興趣的原因就是 他在裡面找到一些 他去做政治的伎倆的靈感 是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呢 他是信的 那這個就是 他的圖書館裡面 或者他看過的書裡面 有這些相關的書籍 嗯 其中一個具體說的就是 其實他是 被一個神上了身的 嗯 那這個就是和坦 嗯 那和坦是什麼呢 現在你看那個雷神的那套戲裡面 是 你不記得有一個 單了眼那一隻的 是 那那個就是奧丁 其實就是德國版的 就是奧丁就是 在北歐裡面 是 那個大神 在德國就叫和坦 是 其實就是 就是 這個神上了身的 那傳說就是 在希特拉 他年輕的時候 他寫了一首詩 就是 就是 這個和坦的 毒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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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五歸零 是 如果你看 塔羅牌裡面 有一個倒吊人 是 那個就是 奧丁的化身 就是 他要 懂得看符文 他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 倒轉 倒轉了 七人 以及挖蠻了自己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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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法 是根據一個什麼呢 就是 靠翁 他的 分析 分析 對 有個疑問 在這個角度 可以解答 就是 希特拉 留那一片 鬍子 為什麼會這樣 留 其實那片鬍子 我也想這樣留 但我不知道怎麼弄 是 要天天修 是嗎 他這個形象 他都堅持得很久 差不多 整個 你會看到那個 到他死為止 就是 他要 發出去 讓人看到那個形象 就是這個 有show的形象 這個show 不是 不是特別 這樣留的 不是熱撇雞 不是熱撇雞 是這裡 是 但我到現在 見人都不是很多 很多人留 這張show 其實是難留 自從希特拉之後 就介紹一下 沒有人解釋到 這個歷史的細節 但是 在一幅畫裡面 就看到這件事 原來 靈感就是來自這幅畫 這幅畫就是和坦 是希特拉見到之後 跟著這幅畫的形象去做 是 他都很想自己 將和坦的大神 整個命 那個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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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mapping 上身 這些叫mapping 就是兩個 不是 你不要這樣 是直接請了一個上身 那就是mapping 是 搭在一起 是啊 所以他日後 那些 演說的能力 就是能夠用眼神去催眠人的能力 用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是這個神的法力 那邱吉二是不是呢 邱吉二的演說 也是這麼出神入化 是啊 那邱吉二是正常一點 但是在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有一個解釋了一些特別的東西的方法 是 例如說希特拉的那個手勢 其實是一個接收能量的手勢 是 還有這個手勢不是立院做的 意思就是說他有一個角度 是 他永遠不會低過一個水平線 是 一低就立即是另一個東西 不是 低了就是放 是把自己的能力寫 就是放了給人 是 飛了出去 是 所以你看這個 你有一個細節 你留意一下 譬如說 當時德國很多 就是 人民都做這個手勢 是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做得 就是同一個角度 是 換言之呢 那幫人其實不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但是你看看希特拉做那個角度的時候 是 保持到一定的規律在這裏 是 那這個就是要對於 要對抗 邱吉爾 所以都要用 V的手勢 這個呢 戲裏面有一個解釋 就是說 他看到他第一張報紙 就是這個法國的時候 有這個手勢 他做錯了 他做了這個 這個等於Fuck You 還有他提醒他那個 就是他的秘書 是 女人原來對這些東西 特別有研究 因為他是低下層的 是 所以這個也都引證了一件事 他沒有可能在地資車廂 和這班 無產家那麼Friend 是 那麽唱所欲異 是 OK 如果用這個角度 有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 這個V字的手勢是怎麽來的 原來呢 兩個大家是鬥法的 是 這個 這個講法從哪裏來呢 就來自 剛才我們提到 就是 這個所謂阿拉斯特·庫尼 他自稱 就是 其實他把這條料 教了給 邱吉爾 就告訴他 當時 這個希特拉 或者這個納粹黨 做這個手勢 是 其實就是一個 接收能量的手勢 是 這個就是 剛才我們講的 我們講過很多次 是 這個 完全人物 看樣子都知道 是 是 是 不是 就這樣叫普通人 這個更加厲害 是 就告訴他 原來呢 用這個V字的手勢 才能頂得住 他那個 是 那個旋風掌 旋風掌 你不要做啊 這些政治不正確 我都不敢做 不要啊 雖然不是我做高的 因為被人 卡了下來的時候 就是 做什麼的了 那麼 有一個傳說 就是 其實大家 就在日常的行為裏 做這個武術 大家的鬥法 而且我想還有一個很關鍵 因為你會看到 那個是他放了一個照片 又用照片那裡發佈出去 因為那時候你會看到 這場大戰裡面 就是媒體裡面 都已經佔了一個很大的作用 媒體都插戰了 所以你看回這個 這個 野史 你可以由另一個角度 去看第二次大戰 是 就是後面 我們看不到的 原來就是兩班 巫師 在那裡鬥法 而且這個鬥法 不是這些人的鬥法 是他們上了這些人的身 之後 在那裡鬥 而且你會看到 雖然我們說 說武術 但是你會看到 他們可能 另外一個想法 他們不是 將它當是傳統的 武術 他當是一種新的科技 一種新的 一種叫戰爭科技 其中就是 利用這種形象 手勢的時候 你都可以傳遞了一種 神秘的訊息 產生了作用 那你的V 也是很關鍵 你可以做少許歷史考慮 就是 尤吉爾這個手勢 他什麼時候開始做 他自己的解釋是怎樣 當然 他的解釋 你不一定要相信 他可能到今時 還有很多東西 他們不會公開出來 因為 適合他和羅斯福之間 那個 電報的通訊 原來是很多 聽聞到今天 都還沒有解封 羅斯福 如果這樣說 當時 這些大戰時期 那幾個重要的人物 除了這兩個 你看到我們很關注 因為最近 他們都很熱 已經有這些 訊息 找到出來 其他那些 我相信都會有 但這些 流傳在民間的夜市裏 我們不能夠 即使俄羅斯那些 東正教 和他 俄羅斯是很有趣的 我們以前說的 魔僧 魔僧是一個關鍵 Raspuddan 現在俄羅斯 選完又選 就叫 普丹 所以 所以俄羅斯 有一段歷史的名字 From Raspuddan to 普丹 我用這個角度看 我就忽發奇想 大家當我開玩笑 或者這些 怪論謬論 所以 得罪了某些人 就 不要見怪 如果我用這個角度看 其實歐洲某些歷史 其實是一些 神與神之間的 狗法 如果你看看 當代中國的歷史 或者政治 其實你有沒有一種 想像 其實這些人 跟他們什麼政治的立場 什麼政治信仰 什麼政治的意識形態 是無關的 他們到某個時候 秦始皇的陰靈 就上到你身 他這個 如果你一說回 整個歷史的淵源 開始 那時候 你說秦始皇 開始變成人 人當 人來掌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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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法 是小說的題材 就是 秦始皇從來沒有死過 他變成一個 一種很強的意識 一種意識 他到某個時候 就會 將這個意識 上了一個政治領導人 他等同於 他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框架 你到後 那個框架 就放在那裡 就等你進去 他的框架 你就可以發揮到那個狀態 那這個 我覺得 如果用這個想法 你解釋到很多 中國現代歷史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 也不是 天方夜譚 因為 是嗎 不是天方夜譚 千奇夢 我的意思是 當你在國床之前 因為現在這個歷史 王爺有沒有寫過你的題材 大家都知道 王爺有沒有寫過你的題材 我沒有看完王爺的書 所以我不敢說 但是 在那個叫秦之前 其實大家都很敬天 天是有一個圖像 在那裡 放下來 是和人在那裡用的 到了秦朝 那時候 整個人的管治意識 純粹用人的方式 來管治那個僵土 是那時候才開始 之前那時候 無論怎樣也好 他們 那個叫做 拜天 天的收訊息 其實是一直都有的 還有重要 去到之後 你都會陸續 還會有 不過變了 不是恆常 這個觀念 我想有很多人都說 你看 歷史是這樣來的 西方也是這樣 東方也是這樣 初初就是敬神 和神的地位 他統治這個世界的地位 是很重要的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個不是一個天方夜譚 有跡可塵 這種傳統 或迷信的心理 可能還有一些 現在的 大的當權者 他都做信這件事 他就會有這種方式 但他不會公開說的 你會很多 比如說 你不要公開說的 我們就說 上一個禮拜說的 達賴喇嘛 他都會有這種方式 其實他不是說 不是信不信的問題 他要敬重 一種信息的傳下來 就是這樣 我們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要點 我們要第四節說 什麼是德魯伊 我們休息回來 馬上說 好快 為了 還可以 想說 開來 einfach 今天 你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